又到话了朋友们 这些是我淘的一些奇葩蝴蝶刀 特别是这最后一款 更是没几个人见过 第一款 萝卜蝴蝶刀 这应该是人手一把的玩具了吧 造型非常逼真 手感还是不错的 给大家表演个Y2K啊 搞错了 再来 假如你的学校要被拆了 而现在只有一个东西 能阻止你的学校被拆 那就是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包 那么它能够阻止你的学校被拆吗 我也来试试 第三个表情包 诶 是这个蒙逼的表情 看来学校要被拆了 我一脸蒙逼啊 小伙伴们 快看看你们的是什么 下一个小型胡萝卜 虽然看下去很小 但对比一下标准吧 天大很小啊 不过最大的亮点就是 它是云光的 怎么裁掉了G2K啊 下一个 诶 有朋友就会说了 这不跟第一款一样吗 诶 其实它呢 是夜管款 都花了五倍的价钱 哦对了 如果你们也有蝴蝶玩具的话 就发在评论局让我看看吧 下一个 这四个都是奇形怪状的蝴蝶刀 这个是香蕉刀 还不错 这个呢 大家猜猜是什么造型 没错 甲鱼刀 鱼刺很逼真 这个呢 辣椒刀 颜色很到位啊 红配绿 晒狗屁 这个就厉害了 热狗刀 不是很丝滑啊 可能是一位热狗烫手吧 下一个 颜值没得说 下面印了两条金龙 金龙五爪 非常霸气的名字啊 同样也是相当的丝滑 刀子是没有开刃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不错 留给我老老碗 盘着老年吃大呀 一个字 绝 最后一款 这个就更奇葩了 这边是一个签字笔 另一边呢 是未开刃的剑 上面还有漂亮的花纹 帅吧 来看看流畅性如何 不太丝滑 可能是因为这个笔心的原因 会挡住手 中看不中用 退去 OK 以上就是所有的蝴蝶刀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呢 快让我看看你的蝴蝶刀是怎么样的吧